渔船上的一家人 阿栋以捕鱼为生 他一天之中有大半时间是在渔船上度过的 只有到了傍晚才会靠岸回家 在船上度过的这些时间 陪伴他的只有小狗小皮 小皮,你又发现什么东西了吗? 哎呀,那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只小狐狸 我们得赶快过去救它 否则它会被淹死的 果然是只小狐狸 小家伙,如果不是小皮看见你 再晚一点的话,你可能就沉下去了 小皮,一旁待着,不要伤害它 小皮,给我回到船舱里去 小家伙,好了,没事了,吃点东西吧 吃啊,小家伙 你怎么不吃呢 吃吧,不要害怕 看来它太小了,还吃不了硬的食物 来,小家伙,喝点牛奶吧 小家伙,慢慢喝,不要着急嘛 对了,我再拿些饼干给你吃吧 小狐狸实在太累了 它吃饱喝足后,便不顾一切的拳击尾巴 在船板上睡着了 小皮,不能伤害它的 这个小家伙,看起来还挺俊俏的嘛 小家伙,靠岸了,你回家去吧 小家伙,怎么了,这里不是你的家吗 小皮,你皮痒了哦 叫你不要一直欺负它,你都不听哦 以后它就是你的朋友,知道吗 小家伙,你的名字就叫丹丹吧 从今天起,你和小皮一样,都是我们家的成员 就这样,小狐狸丹丹被阿栋带回家 并且被安排白天和小皮一起吃饭生活 晚上再一起睡觉 渐渐的,它们竟然成为了朋友 小皮,丹丹,我们该去捕鱼了 好了,我们走了 阿栋,你现在又要出去捕鱼吗 是啊,今天天气不错 我想一定会收获不少的 阿栋,你的这只小狐狸最近长大很多哦 你不会一直想养着它吧 它不愿意离开,我也只能养着它 阿栋,狐狸的家是在森林里 对于那里,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 你还是尽早让它回到属于它自己的家吧 嗯,你说的有道理的 丹丹丹,你跑慢点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小皮,来追我啊 在这里,你绝对追不上我的 丹丹,好了,你都把我给绕晕了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进森林就会跑得那么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进森林,我就感觉像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一直想要发泄出来似的 是啊,丹丹是属于森林的 森林才是它真正的家 然而,小狐狸丹丹似乎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白天和小狗小皮跟着阿栋开船捕鱼 傍晚回到岸上尽情地玩耍 诶,丹丹跑去哪里了 怎么回来后一直没看到它 哎呀,丹丹不会是去洗一洗邻居家的鸭子了吧 赶快给我回家,你们这些贪嘴的家伙 大兴,赶快帮我把鸭子赶回家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别提了,今天带头鸭不知道怎么搞的 眼看就要到家了 他却把鸭群搞得一团糟 原来这样啊 我还以为是我家的丹丹 惊吓到你家的鸭子了呢 要是你家丹丹在这里的话,那就好了 你知道吗,丹丹驱赶鸭子很有一套呢 什么,丹丹会赶鸭子 太好了,丹丹来了 丹丹,你要干什么,不要伤害那只鸭子 阿栋,你不要紧张,丹丹这是在帮我赶鸭子呢 上次他就是这样做的 不过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时候 也着实吓了我一跳 骑在带头鸭身上的丹丹操纵着方向 用毛茸茸的尾巴拍打着鸭屁股 催着带头鸭往前跑 其他的鸭子似乎也怕被丹丹骑着 他们一无疯地跟着跑回家去了 哎呀,真没想到丹丹竟然还会这招 当然了,这可是狐狸与生俱来的绝招 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偷鸡盗扬的 随着丹丹一天天地长大了 他狐狸的本能已经开始萌发出来 阿栋,万一有一天他身上的野性完全恢复了 那他可不能留在村子里了 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可是他不愿意离开我了 或许真的要让丹丹独自生活了 这一天,阿栋驾着船带着小狐狸丹丹 朝曾经发现他的那片荒野的树林开去 小皮,听话 这些食物是我为丹丹准备的 丹丹,出来吃饭了 丹丹,快吃吧 丹丹,你长大了 已经能吃比较硬的食物了 吃饱后,你该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家了 丹丹,这就是发现你的地方 我想你的家就在这周围 丹丹,你现在长大了,该回家了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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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皮,我们走吧 小皮别叫了,丹丹不会跟我们走了 他要回到属于他自己的家 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他 但是丹丹和你不一样,他属于山林的 自从丹丹离开之后,小皮显得非常失落 每天跟阿栋驾船捕鱼的时候 总会站在船头,看着远处河岸的那处山林 小皮,要不我们过去找找丹丹 丹丹,我们给你带食物来了,快吃吧 一人一狗一狐,在此时此刻 显得非常温馨美满的阿